当你在搜寻栏打上关键字时 演算法就开始帮你决定你能看到的内容 像漏斗一样层层筛选 但许多使用者仍然会认为 在手机上看到的就是全世界 我们不希望更多人被大科技公司限制了视野 所以跟您分享该看大纪元报纸的四个原因 搜寻引擎的机制是推荐它认为你需要的内容 但当这些大科技公司在利益考量之下 就可能透过演算法 过滤或屏蔽不少重要的资讯 包含那些被财团、政党或国家 视为敏感讯息的内容 而你还以为搜寻引擎为你提供了全世界的资讯 其实一点也不是 如果热读纸本报纸 可以选择不被利益或政治考量所影响的大纪元时报 让你能享受这份报纸带给你不被封锁的新闻 二、印出来的都是证据 网路虽然自由但也充斥假讯息 甚至由有心人操弄舆论与制造对立 没有出刊发印的话容易抹出痕迹 身处了证据留下了社会的伤痕 而直奔采定严禁归正网路各类假讯息 为媒体的言论负责 三、报纸编排与网路搜寻的差异 每天的大纪元时报是经过记者与编辑们提炼整理之后 以具有逻辑的方式呈现给读者 相较于网路上四散的资讯 报纸中你可以在一则新闻内就看到许多相关消息 帮助你更完整了解世界全局 四、花小小时间搞笑了解世界 也许你每天只有少少的30分钟能够吸收资讯 大纪元纸本报纸就是让你在这30分钟内 尽可能搞笑吸取内容 汇集全球人力进行采编 让你花费最少的时间掌握世界局势 阅读纸本报纸好处非常多 但更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的媒体 大纪元时报没有八卦暴力 色情青山的内容 取而代之的是丰富且重要的国际新闻 精辟的两岸情势分析 提供不被扭曲的中国真实情况 点击连结 试试一份在密室中窜身的报纸 大纪元提供事实 由你来决定你的观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